而在这一架失联的班机上头 唯一的台湾籍旅客庄秀林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一张机票 认识他的马来西亚籍丈夫 但是两个人是夫唱妇随 一起到马来西亚打拼 经常飞到大陆恰商 但是这一次特地带着准备申请台大的长子 一起到北京 消息传回老家 到现在大家都不敢让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知道 马哈班机失联 机上唯一的台籍旅客庄秀林 一家三口都在航班上 消息传回台湾老家 邻居都感到错 心里很难过就对了 因为有看到从小看他长大 一阵哽咽 没想到从小看到大的庄秀林 就在那班飞机上 要给他妈妈知道 怎么说 妈妈七十几岁 怕他知道会受不了 老母亲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庄秀林搭上了失联的马航 二十多年前 在旅行社上班的庄秀林 因为一张机票 认识了来台湾读书的乔生陈雅鸣 两个人情投意合 结婚 生下了三个小孩 后来还夫唱夫髓 一起从事营造业 两人经常飞到大陆恰商 这回还带着准备申请大学的长子 一起到北京 没想到却搭上了这班失联飞机 他的儿子刚好今年要申请大学 所以有一段小空窗 然后也蛮有兴趣的 所以他就一起跟 庄秀翔努力打起精神 希望出现奇迹 让庄秀林继续这一趟人生旅途 就会让庄秀林继续